空间站作为人类部署在太空的目标飞行器 主要任务是可以进行多项太空实验 而且还能开展太空讲学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 空间站都拥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根据了解全球最早拥有空间站的国家 应该是前苏联 曾经在1971年成功发射的人类史上 第一个空间站李炮号 此外美国曾在1994年 联合多个国家进行国际空间站的建设 为此也成为目前全球拥有空间站的国家之一 然而随着中国成功发射天宫号之后 意味着我国也着手开始空间站建设工程 这项工程可谓是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据悉我国在2011年成功发射天宫一号 最终在2016年停止数据服务 在2018年进入大气层 销毁了部分零件 在此期间的天宫一号 多次与神州八号 神州九号 神州十号完成对接 对于中国而言 天宫一号成功进入轨道 意味着我国空间站建设工程 正式拉开了序幕 此外呢 曾经在2016年天宫二号再次顺利发射 并且还与神州十一号和天宫一号 分别完成对接工作 意味着我国也拥有了具体补给功能的太空科学实验室 此外呢 我国不仅进行火星探索工程 同时也着手开始进行探月工程 而且还顺利取回了月球土壤 可以说如今的中国 在航天探索领域也拥有着极高的成就 此外呢 我国目前还计划开始空间站建设工程 对此呢 也让多个国家纷纷选择加入 并且向我国提出了申请 就连俄罗斯也开始与我国在太空探索领域进行合作 不仅要联合探月 而且有望在空间站建设领域 双方也要进行强强联手 对于俄罗斯而言 中国目前拥有的火箭发射技术 足以击沉全球一流序列 而俄罗斯在宇航员出舱行走等领域 也拥有无比丰富的经验 此外呢 对于中国而言 如果能得到俄罗斯的帮助 也有望补齐我国出舱行走的短板 可是对于美国而言 却有点犯难了 毕竟此前在太空领域 美国并不看好中国 而且还采取了多种措施 如今随着中国在航天领域的实力不断上涨 也让美国有点尴尬 可谓是有点不知所措 可惜在外界看来 美国想要在太空领域有所发展 如果不与中国合作 极有可能要走很多弯路 为此呢对于现阶段的美国而言 可谓是处于一种骑虎难下的境地之中